真的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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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嚀丈夫要小心 劉更宏日前 帶妻子往晚背到卡達 看球賽還在當地試開越野車 我試開 你試開 大踩油門瞬間沉沙飛揚 沒想到興致勃勃的劉更宏 越開越不穩 下一秒轉彎時 煞不住整個大班車 撞上一旁浩志 慘叫一聲劉更宏困在車內 現場所有人都嚇壞 趕快幫忙搬去把車子俯正 劉更宏則是很淡定 表示自己沒受傷 但越野車的情況就不同了 車子側邊出現刮痕 劉更宏趕快跟富豪車主道歉 而對方笑著筆出8萬卡達幣 等同要賠台幣67萬 兩人相識大笑 劉更宏自嘲是強言歡笑 因為平時大陸形容翻車 是臨時出狀況 讓網友們愧著嚇是真的翻車了 把本草剛木劍聲操帶去卡達 成功創下直播間 三千多萬點讚紀錄 但也被雖然劉更宏 王婉飛夫妻兩人真是太拚了 還跑到世界杯去蹭熱度 只是翻車意外太驚險 有網友提醒劉教練要多注意安全 提起別的新聞上面是 這是航停泰報道 還講到車禍意外 藝人大遠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